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秋季赛的预选赛昨天打完了第二场 MTG又一次强势零封了对手 以4比0战胜XYG 率先锁定了KPL秋季赛临时席位 作为曾经KGL的冠军 MTG也在K家有过15连胜夺冠的傲人战绩 虽然获得KPL临时席位之后 在春季赛面对KPL队伍 没能夺得季后赛的位置 但是在试冠大舞台上夺得八强的名额 而且也是败在了试冠冠军QG之下 在华身的加入之后 MTG的整体实力也得到了一个提升 MTG先前就在KGL上有过不小的压制 而在经历KPL的磨练之后 对战K甲队伍更是血脉压制 这两场比赛下来 仅仅只有XYG在第三局对于MTG造成了危险 但是即使SYG梦幻开局 MTG最终也凭借着个人的硬实力 完成了完美翻盘 按照目前的情况而言 以后每一届的临时席位争夺战中 只要有MTG的身影 就没有其他战队能够与其争夺 这是把临时席位完成了永久席位啊 因为对于MTG的实力来说 这个席位就是有手就行 虽然不认为XYG能够战胜MTG 但是也没有想到会是凌风的下场 张大仙昨晚肯定是全程直播了这场比赛 看到自己的战队以这样的成绩收场 大仙确实表现出了一点忧伤 随后表示自己做饭去了 这个结果肯定是让大仙失望的 昨天的视频我还提到过 哪怕XYG被MTG临风 XYG面对东莞WZ获胜的希望会更大 那么今晚两支队伍就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张大仙的愿望能够实现就在此一举了 东莞WZ和XYG小伙伴们更看好谁呢 我是李飞白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